罗多社在报道中称有五个知情人士表示 委内瑞拉的石油最快下月就可能由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两家石油公司装船运往欧洲了 以填补俄罗斯石油被制裁后造成的空缺 这些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国务院是在一份信件中同意这两家石油公司运输委内瑞拉的石油给欧洲的 罗多社还承认拜登当局确实是希望用委内瑞拉的石油来帮助欧洲减少对俄罗斯石油的依赖 但有趣的是罗多社还称拜登还有把目前主要留向中国的委内瑞拉石油分走一部分的意图 拜登当局给委内瑞拉石油开绿灯的一个核心前提是只能运给欧洲 这可能也是为何目前美国政府只给这两家与委内瑞拉的国有石油公司成立了合资公司的欧洲企业开了绿灯 罗多社称尽管美国印度以及法国的石油公司也在游说美国政府放行与委内瑞拉的石油交易 但目前尚未获准 不过美国政府早前曾悄悄允许美国的雪佛龙公司与委内瑞拉方面就继续开展业务进行谈判 此前委内瑞拉应一直遭到美国制裁无法正常向国际市场出售其石油产品 美国制裁委内瑞拉的旗号是委内瑞拉政权是独裁和侵犯人权的 委内瑞拉官方则表示美国是想逼迫该国屈服于美国 并称美国的制裁是在侵犯人权 但美国如今为了制裁俄罗斯而打算悄悄给委内瑞拉的石油开绿灯的举动 反而证实了美国对于后者的制裁就是出于美国自己的政治资历 路透社则表示尽管发往欧洲的委内瑞拉石油的量不会很大 而且卖出的石油主要是用来还债的 但美国开绿灯的做法确实给委内瑞拉的马杜罗证券加分 对于这做法美国国内也有反对声音 这部分人认为美国不能软化对委内瑞拉的态度 拜登当局则表示只有当马杜罗同意做出民主变革后 美国才会进一步放松制裁